你們現在看的是玩具TV 我想劇頭沒有人理會的 不會死全家的 今天都未看就對不起 我要劇頭一下 看完閃電盒 看完閃電盒之後 我發現了其中有些很脆味的 彩蛋 彩蛋 其中有一個 我想可能會比較少些人知道 我現在劇頭 The Flash 現影的其中一個橋段 的一個彩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尾段 你們會見到Nicolas Cage 做超人的形態出現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Tim Burton一個胎死腹中的 project 曾幾何時 Tim Burton拍完Batman之後 本來也是在策劃中 這個超人 但是這個 project 其實已經有 找Nicolas Cage 當然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找Nicolas Cage 做一個長髮的超人 話說 那個長口 除了大家會看到 傳說中的Nicolas Cage 做超人的CG之外 還會看到超人 當時是對附近一隻大型的蜘蛛 這個大型的蜘蛛 就有小典故 話說有個 一個美國的90年代 冒起的導演兼 劇作家兼劇平人 劇作家兼劇平人 劇作家 即是那些叫做什麼 編讚 寫電影故事的人叫什麼 編劇 有個電影編劇兼導演 叫做Kevin Smith 他是一個大肥腦 Kevin Smith最有名的就是 他有一套小品 很多粗口 很多三級笑話 叫做Clerks Clerks 他就是一個動漫迷 當他開始有些作品紅的時候 亦都分享了他對動漫的喜愛 某一個時間 其實電影公司 有聯絡過Kevin Smith去寫 這個超人這個project的故事 已經是第幾稿 第N稿了 電影公司很喜歡 Kevin Smith的idea 他的proposition 就說 你不如去找找 這個執行制片 即是超人這個project的執行制片 就是一個叫做John Peters的人 John Peters是什麼人呢 John Peters是一個很活躍 很出名的電影制片 在荷里活 例如Rainman 例如Batman Tim Bird和那套Batman 其實之後的超人 無論是那個 是不是Zack Snyder 那個 後期拍過那個超人 Henry Carville 不是很攝錄的那個 即是在 現在這個Henry Carville 之前還有一個 比較攝錄的低腰的超人 其實這兩套超人 都是John Peters的製片 有分製片的 有分製片的 當時電影公司就說 你去找找John Peters 看看 跟Kevin Smith說 那John Peters 其實一直都在 追蹤超人這個project 他就跟這個 這個 writer Kevin Smith說 我呢 對超人 這個新project 我有幾個看法的 第一 我不喜歡那套衣服 第二 我不想他會飛 第三 最後那一幕 我想他打一隻 大蜘蛛 那你們 今次在The Flash 看到的大蜘蛛 就是向這個 傳說示勁的 那好了 其實呢 寫了很多個版本 你知道 雖然 Kevin Smith 那時候也算是出名 但是你收到錢 別人說要你加一隻大蜘蛛 那你也是要加一隻大蜘蛛的 但是後來 其實Tim Burton 加入了這個project之後 就說 我會帶自己的團隊的writers 那麼 Kevin Smith也沒有再follow這個 話說呢 那麼 Kevin Smith 就離開了這個project之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年之後呢 有一天 他的戲院看了一套 那套戲是由Will Smith 和Kevin Klein主演的 是一套 Steampunk的 科幻牛仔片 叫做 Wire Wild Wes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他看了一套戲的時候 然後呢 去到最後一場 就嚇完見到一隻 機械的大蜘蛛 這套戲呢 就是那個監製John Peters 的生意片 就是說 這個世界呢 無論你幾個才華都好 都是給錢的那個人決定 好了 這個就是The Flash裡面 這個Nicolas Cage大戰 大蜘蛛的典故了 Hello 我叫ShayShayBus Living Pan 你看的是Toys TV